中国福州的金鱼文化享誉全球有三百年历史 当地日前就迎来第一届国际金鱼选拔赛 来自十四个国家的三千条金鱼齐聚福州 争艳斗力 到底哪些金鱼符合评审的至高要求 在众多大小金鱼中脱颖而出呢 马上带你到会展中心走一趟 中国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摆满一千个大鱼盆 来自巴西、印尼和马来西亚等 十四个国家的三千条金鱼汇聚福州 参加第一届国际金鱼选美大赛 身形大小不一 色彩斑斓 品种多样的金鱼睁艳斗力 它们要在三千条金鱼中突围而出 拿下世界金鱼王的美誉一点都不容易 金鱼的评判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评判它 一个是品种特征 一个是体型 还有一个是油脂 再一个的话就是颜色 颜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是整的 总体印象 所有候选金鱼中 它特别引人注目 这条重达1.75公斤的金鱼 可是非常坦见的哦 养鱼四五十年以来 就看到最大这么一只鱼 就是这只了 不是说所有的鱼都能够养到这么大 它很多的因素 品种啊 饲养方法啊 很多因素 还有在它饰演的过程当中 不能有挫折 不能大兵一场啊 然后再怎么样 都不可能养到这么大 所以说很难很难的很难的 经过多日的激烈争夺后 福州鱼场包揽全场总冠亚季军 而得奖金鱼则享有特权 在豪华精美的鱼缸里畅游 任人欣赏 就不知道哪一条金鱼 才是你心目中的冠军呢 NTV7综合报道